三重壁華寺香火鼎盛 信徒落意不絕 為了回饋鄉里 守護轄內弱勢黎明的居家安全 廟方特別捐贈了1000顆住宅用的 火災警報器給新北市消防局 多位明代及里長都到場共襄盛舉 感謝壁華寺的善舉 創造三重安居環境 發生貴在東西部的肉食家庭 發生貴在東西部的肉食家庭 非常重要 尤其是透過我們的警銷 義銷在協助把它安裝 公訓會的委員 大家都很發心 只要里內急濫救助 或者是一些活動 他們都出錢出力 大家一句話 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全力相挺 消防局表示 火災住警器能在危急時刻 預先起到警示作用 讓民眾把握黃金時間進行逃生 降低火災危害 壁華寺這次所捐贈的住警器 將會優先安排給轄區內的獨老 身杖 罕病等弱勢家庭使用 我們會針對這1000顆住警區 優先發放在我們三重地區的 獨居老人 弱勢族群 有我們消防隊的同仁 還有我們防火宣導隊的夥伴 一起去防釋 去安裝 以確保我們獨居老人 弱勢族群的居家安全 近10年來三重居 已經陸續完成了27000件的 老舊公寓住警器的安裝 消防局也再次呼籲 民眾家中若無住警器 可以自行添購防範未然 確保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 記者盧英璇採訪報導 記者 長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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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官